我是周瑋平 自慕火 浩志同 首先感謝加拿大聯邦政府文化遺產部 一同家園文化中心 對我的大力支持 給我舉辦我的花展 首先我是從小開始 學習傳統文化的山水化藝術 也是偶然的一個機會 跟一個姓曹的木匠 那時候下放到我們那個地方 然後跟他學習這個山水化 到了我大學期間的時候 然後偶爾一次那個 我們大學有一個洪峰藝術節 然後這個我的山水化作品 居然獲得了一等獎 後來有一位老先生跟我說 他說你這個是黃彬紅的畫法 所以我就知道我原來學的是黃彬紅的六步法 從那個時候開始我就一直在注重這個山水化的這個 這個六步法 也在發揚它原來的一些畫面的效果 我也曾經試圖臨摸過宋代啊明代啊清代一些著名的一些畫家 比方說像像範寬啊巨然啊馬遠啊還有石濤啊八大山人啊等等 一些名人的一些大師的作品 從中吸取一些營養 那我覺得傳統的文人畫是從唐朝開始 叫傳統文人畫 它實際上是來自於一些貴族階層和一個世代夫階層 你不要說像王維他就有他的一些對畫的一個論斷 這個地方我有一些古書上面就有 王維論山水話的一個說法 它說 凡山水亦在筆仙 藏山此樹 寸馬分人 遠人如木 遠樹無枝 遠山無石 隱隱如霊 遠水無波 高雨雲齊 此事絕也 山腰雲曬 石壁全塞 樓台樹塞 路人 道路人塞 石看山面 路看兩頭 樹看頂陵 水看風角 道路人塞 此時為法也 所以古人呢 對我們這個傳統的文人畫 都有一些教訓 這個文章特別精彩 這裡面還有另外一段叫論氣韻生動 他說氣韻生動與煙韌不同 世人妄止煙韌 足為生動 相六也 就是不對的 他說 他說蓋氣者 筆氣 有默氣 有色氣 具味之氣 而又有氣勢 有氣力 有氣機 此間為之韻 而生動處 又非韻之可代言 生者 生生不窮 生遠難盡 動而不板 活潑 活潑 迎人 要皆可莫會 而不可明言 如劉寶的畫雲漢圖 可見覺熱 又畫北風圖 可見者覺涼 又如畫貓絕俗 畫大師渡海 而覺有風 畫龍點睛 而飛去 此未知也 如煙韌過點 無痕跡點奏法 不深色而已 其可混而易之災 所以說呢 對於傳統文人文化的繪畫 我一直在堅持著自己的傳承 然後你不要說他這個詩書畫印 四全 那我們也在堅持傳承 我後來也去了廣州美術學院 去油畫系 讀了那個研究生班 也對於樹苗色彩 還有造型能力也有所深造 對於我對傳統化的這個 發揚和傳承 我覺得還是有幫助的 因為畢竟是造型的藝術 那我自己認為呢 就是我現在所摒棄的 就是跟我所傳承的 詩成的東西呢 我現在覺得我有所不同 我希望是能夠有人物 然後還把這種古代的這種 生活氣息也表現進去 那更接近過去的一種文化 所以說我就在這個 山水畫裡面 加了一些人物在裡面 然後更加有這種 這種古代生活的這種感覺 那繪畫呢 本身就是一種技巧啊 筆墨啊 對色的運用啊 墨的運用啊 那我覺得還是要 從內心裡面宣洩出來 我覺得繪畫應該是一個 靈魂塑造出來的東西 這次畫展呢 採取了一種新的表現形式 因為我過去是做廣告公司的 然後對於廣告的表現 是比較了解的 恰好一個偶然的機遇呢 就是看到了這個燈箱 來作為這個展覽形式 我覺得應該算是一個創舉 這個前無古人的事情 那正好我的這個揮畫呢 就是因為不像平時的那種表現方法 就是勾勒或者是鋪水 或者是染色就可以了 那我裡面有一些點墨的方式 那就是說通過這些燈箱的話呢 可以把它的層次更好地表現出來 然後更具有表現力 更具有視覺衝擊力 繪畫呢 它實際上是視覺上的藝術 那給人的心理感受和情感的感受 是一方面 那我覺得呢 古人有這種詩 在畫中 畫中有詩 這樣一些說法 那我有一個大膽的構想 就是用音樂跟畫來同時展出 那麼觀眾又有視覺上的享受 又有聽覺上的享受 所以我覺得這次畫展的話 也給我將來以後 這個東方畫音這樣一個藝術形式 做一個鋪墊 希望大家喜歡 作為繪畫來講的話 就是無論是東方的 還是西方的這個繪畫 它都是要講究 就是人們對於靈魂的一種震撼 或者是一種共正 或者是一種 我們叫做這個同感 或者是一種互動 與觀者的一種靈魂的互動 你比方說康丁斯基的繪畫 它就是線條啊 色塊啊 圓啊 方啊 點啊 這樣子 人們說它這是靈魂的宣洩 或者就是它的靈魂在說話 那比方說莫奈的音像畫 讓人看上去就是 還有早上暖紅紅的一個太陽的清晨 有這個水是紅的 船也是紅的 還用來表現它的這個印象 給人一種也是內心有這種互動的感覺 震撼的感覺 那為什麼說劉寶說 雲漢圖 觀者覺熱 北風圖 觀者覺冷 這個我就覺得 這個繪畫就是要 應該就是這個的最高警戒了 所以我覺得我的繪畫 雖然是一種東方的傳統的 藝術的表現形式 但是它也可以跟這種西方的 無論是當代的還是傳統的繪畫 它也是相通的 只不過是在平面上 這個用墨還有我們的燃 奏法 典法 白描等等 這種藉詞 這種表現形式 還有詩 書 印 這四種統一的 在一個畫面的表現形式 它同樣也能夠給人共鳴 所以我覺得藝術不在於表現形式 而在於靈魂的共鳴 所以說傳統的當然就是當代的 當代的將來以後也會成為傳統 謝謝